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只剩105天了 以后礼拜四跟礼拜五 我们也对选情要做详细的解读跟分析 不管是立委选举或是总统的选举 今天非常谢谢在现场来到的是 台湾指标民调中心的总经理戴利安先生 这个利安长 客户籍老大家早 好非常谢谢戴利安先生的台湾指标民调 这个每隔应该你们每隔半个月吧 就有一次固定的民调 昨天所公布的民调当中 显示出蔡英文女士 她的支持度已经到了45.8% 我刚才请教利安 按照这个百分比去投票的话 蔡英文的得票率会高达63.96% 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利安 帮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分析这个趋势怎么探讨 里面还有很多的细部的调查 给各位做几个选情的 这个比较深入的这个解读 台湾指标民调中心的主任 戴利安先生 我想先请教利安 今天是10月1号 那投票是1月16号 大概我们还有105天就要投票 在105天之前的这个民调 通常按照你的经验法则 它跟最后的结果之间的准确度有多多少 是 其实如果我们过去看像这样的大型选举 特别是总统大选来讲的话 基本上面来讲 大概都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 但是就是说基本 如果万一有任何的意外的话 也不排除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动 那其实如果以马英九2008年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在2007年的5月就开始做 那一开始基本上面来讲 就几乎是很稳定的格局 没有太大的事情 那选前一刻 本来可能会有一些事情 但基本上也可能被按按下来了 按压下来 所以基本上一个很顺利的选 有些绿卡 那时候包含可能像下星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 基本上到最后大家都会打两岸牌 美国牌 那可是那样的格局 已经差距比较大的时候 没有意外事件的时候 基本上即使是一年前 他可能都是一个很稳定的格局 你2007年中作 其实2008年是3月才投票 对 可是一年在将近10个月 或是快一年前开始做 趋势就很稳定 中间包括即使有副手提出来 大概都是小幅的波动 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好 那昨天你公布的这个 台湾明星动态调查 大选跟国庆分合的这个民调 他这个蛮令人触目惊心的 就是他的 你帮我们解读这个趋势 蔡英文从6月下旬的37.1% 一路就这样子 中间有跌下来过 然后再上去过 对 中间其实相对来讲 这些当然都会有一些议题的波动 其实最早一次 刚开始做 甚至连宋处于还没有宣布参选 前做的时候 我们最早做蔡英文跟洪秀座的差距 只有10个百分点 是哦 对那洪秀座那时候基本上面来讲 因为蓝英没有人要出来 他一肩扛起 所以那时候外界社会各界有很多赋予 他觉得他是很有勇气 很担当 破专民调的 之前 之前 五月下旬的时候 对 差不多那个时候 所以相对来讲变成 那时候其实 国民党里面 他也带起了一些国民党的士气 觉得相对来讲 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角色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不管看洪秀座 看宋处于 为什么有时候一直会往 一直不断的在滑落 我们在看过去选举也是一样 通常是候选人自己犯的错 如果比较大的话 基本上那个幅度就会掉的比较大 那这种还不是所谓的候选人之间的攻防 攻防还有所谓的来来往往的 你可以做一个defense 可是问题是 你自己犯的错 没有人可以救你 他们到现在 我觉得还没什么攻防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提醒我们 祝祝姐曾经只落后 蔡英文10个百分点 然后他一路线在他 按照你们昨天的民调 他落后蔡英文是 31.7个百分点 对 所以如果以这个 我们从6月下开始 做三人竞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洪秀座 从大概从21%左右 到这次的14% 所以下跌的幅度 其实是有限 在一个还算稳定的区间里面 那当然相对的趋势是往下 那宋处于大概从24%到 目前的在12% 等于掉了腰斩 掉了一半的为什么 对 那一开始当然宣布 大家对他会有很多的期待 包含就是说 他在对过去的施政经验 执政的能力 那这些其他 大家当然现在还是兢兢乐道 可是问题就是说 那可能是比较早年的经验 那另外一方面 有时候相对来讲 变成 我觉得可能送 阵营的选举的策略上 文宣的脚步上 基本上面来讲 可能需要再做比较大的整合 我们拿进一桩广告 选一下 要怎么整合 他现在只剩 11.7% 那红秀柱 14.1% 蔡英文 他从直领先 红秀柱 10个百分点 一直到现在 他已经冲到45.8% 这是你们做蔡英文 最高的一次 今年选举 最高的一次 他会是一个 Ciling了吗 这个最高的原因是哪里 是他没有犯错 还是他做了哪一些 令大家比较惊艳的事 我们等一下再请 李安帮大家分析 昨天这个名量很有意思 他还分析了 红秀柱如果国民党败选 到底谁要负责任 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没有王金平三个字呢 等一下李安帮大家解释 那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泛兰对国情整合 有什么样的看法 同时呢 你知道吗 共产党跟国民党的 在人民心目中的反感度 你猜猜看谁高过谁 马上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时间是8点15分38秒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台湾指标民调中心的主任 戴李安在现场 8点17分59秒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是台湾指标民调中心的 主任戴李安先生 帮各位做选情的 最精准的分析 刚刚提到的这个趋势 为什么蔡英文会 冲到45.8% 李安这个 如果是用这个换算成选票的话 哇 他的得票率很高啊 对 现在如果从民调上面 当然这还不是预测 这只是一个民调啊 因为预测还要看 投票的意愿这一些 那如果现在 以这个三个人的支持来看 我们讲泛蓝跟泛绿 把这个 这个宋楚一算到泛蓝的话 大概绿对蓝 大概是将近65对35 64对36 那这个比例我想相信 我想可能很多人 都很难接受 这个很难接受 甚至就像是去年台北市场选举一样 大家觉得台北是非常蓝的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困则可以拿到这么高的票 换句话讲 台湾的政治结构 是不是也真的在转变当中呢 我觉得过去我们讲 为什么选举预测 可以做到比较 跟贴近实际的状况 比较精准 也是因为民众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 他会改变 但是他不会拒 他不会有个大的很快的一个翻盘 但是以目前来看 虽然看起来好像蔡英文得票 这个民调支持度换算起来百分比 可能会到这个六成多 对 那我的判断到选前基本上还会在拉近 你说他跟蓝的还是会拉近 对跟洪秀珠之间可能会在拉近 但是他可能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幅度 因为他只是一个修正 那另外一个基本上面从现在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其来有致了 坦白讲 那比方来讲 可能在2009年 县市长跟2010年的五都 加起来就是大选的格局 那那时候得票 总的得票来看 绿营的得票大概就是52 蓝大概48 那不代表绿的板块是52 因为很多中间选民也好 我们这个支持 那如果从 那当然12年是这个马总统这个当选 那14年九合一的时候 去年的这个时间 那绿的得票跟蓝的得票比例 绿大概是55 也就说 绿的得票其实是在持续在上涨 但也不代表绿的板块在变大 那坦白讲 基本上面来讲 比方说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倾向 那或是对蓝绿的支持倾向 基本上面来讲 民众当然会慢慢有所改观 比方来讲 以前高雄 可能基本上像高雄是蓝绿是一半一半 可是只要你做得好 他就会被反过来 现在已经是难得示威的萎缩的状况 对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方式取得执政 但当然是一定要合法 但是有时候会有争议 那你只要做得好 可能一般民众前面怎么来的可能都忘掉了 所以很多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 基本上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取巧的手段 可是当如果你的施政不好的时候 这些前面的账会一起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这个你们最新的这个民调 我们在选前多少天不能够做民调 选前十天 不能公布 不能公布民调 还是可以做民调 还是可以做 但是公布要罚钱 所以你们都还会做到最后一天 对 其实即使在2012年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远见 其实我们还是有在做大选 而且还是做tracking 那12年的最后一个礼拜 其实做出来的结果 马英九跟蔡英文跟宋淑仪 大概49 47跟4 跟最后结果还算是接近 接近的 所以你们会推估得票数字吗 我们会 基本上面做选举预测 基本上就希望能够推估出一个区间 那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很难讲一个固定的值 因为都好像在赌博 基本上它本来就是个几率的东西 所以现在会用各种的因素 跟投票意愿跟过去的板块 跟我们自己的一个趋势资料 去看它的区间的弱点可能会在哪里 所以按照你刚才 我们要按照你们所做之间 我们现在有一千八百八十一万的选民嘛 对不对 合格选民 那按照这个数字来就算是大概七成到七成五吧 今年的选举大家认为投票率不是明年不会那么高 那这样看起来这个蔡英文的如果这样冲下去 它的得票数搞不好会超过 马英九的二零零八年 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有到六成 像刚刚寇寇姐讲就这民调反映的出来 大概它可以拿到六成四左右 但是我现在可能比较大胆或比较粗浅的讲啦 就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可能在得票率来讲 五十五到六十应该算是 还算可以讲是一个保守估计 或是一个比较 几率比较高的弱点 那这是根据可能零九年以后 整个趋势跟民众的意向 跟整个情况来看 那马英九那个时候是得七百五十六万票嘛 对不对 看看他可不可以冲到八百万票 所以他要把投票率冲高 对不对 要愿意支持他的人要出来投票啊 这个对蔡英文来讲 如果从百分比来讲 基本上面来讲 如果照洪秀柱跟宋楚瑜这样的竞争下去来讲的话 泛兰的投票率可能会下降 大家不愿意投 对不愿意投 可是你刚才有提到 你说洪秀柱跟蔡英文会缩小距离 你的感觉 不晓得是不是我抓你与兵 那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感觉好像洪秀柱领先宋楚瑜将来会变趋势吗 我觉得宋楚瑜基本上就像我们之前讲 他的选票的结构的组合是比较逸直的 就是说他是有蓝有绿有中间 所以当不管阅兵的事情 不管两岸的事情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宋楚瑜的绿的票 流回蔡英文那边 所以蔡英文就像刚刚扣姐问我 为什么蔡英文会变得这么高 那也不见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这场选举里面 真正其实被边缘化的反而是蔡英文 越被边缘越高 他越被边缘越投票的民调支持越高 对手在犯错或在缠斗 所以变成就是洪跟宋之间 有时候或许我们这样开玩笑了 就是说洪跟宋的争 只是在争谁是欲谁是棒而已 那这基本上面来讲 而且这样的缠斗 其实会让蓝的民众或蓝的选民会失望 不想投票 那蓝的立委的候选人更会胆战心惊 那当蓝的人失望而不出来投票的时候 他是连他如果不去投票所 那基本上连立委的这一票 跟政党票都是都是没有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立委候选人 一直这个或者是中常委 一直说要换柱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但是你们这次并没有做到 这个换柱的这件事情 那可是所以我要请教的是说 洪秀柱原来只落后蔡英文10个百分点 现在变成落后三十几个百分点 宋楚瑜先生从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很高一直到现在腰斩到只有十一点七 都是他们两个人个人犯的错 我一个是主要当然是因为一个是惨斗 一个是个人犯错的部分 那其实基本上可能比方来讲 宋楚瑜的选票的结构就不是那么的稳定 你刚刚讲抑制性很高 那当然任何的风吹草动 不管蓝的议题绿的议题 两岸的议题都会影响到他 那当蓝绿开始对 基本上面来讲 现在洪阵营的做法 不管或是他的支持者 有意无意也朝向蓝绿对决 可是基本上这一块 对宋楚瑜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他有点会变成像去年 在台北市连声闻打选战格局 到最后变成深蓝跟非深蓝的选战 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讲 对他当然自然是不利的 可是相对来讲 洪秀柱或许在这一块 他会觉得有比较大的支持的声浪 甚至觉得大家讲的取暖 可是其实基本上面来讲 现在蔡英文的得票的部分 早就超过绿的基本盘 对 甚至变成 是他民进党 他超越了民进党吗 对超越民进党 对他个人的形象 其实是超过民进党的 对 其实我们如果看过去历史的这种 也不能讲他是轮回 相对来讲 其实现在蔡英文的情况 非常像2008的马英九 你说民调支持 人民的在民意支持度的反应上 对当年08年 其实马英九 其实有大概 绿营的部分 大概有将近两成 一成多到两成的人 也是投票给马英九 那当然可能是因为 对陈水扁的执政上的失望也好 那对马英九的期待也好 可是其实蔡英文也必须要当心 如果他今天用很高票当选的时候 第一个他相对来讲 他反而要做的更 就是说在他的政治立场上面 他可能要更顾及大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 蓝营的支持 对他也有一部分蓝营的支持 所以他基本上面来讲 他的选票来自于 绿营基本上 当然很高密度的支持他 范蓝他占了11% 对不对 然后范绿当然是高密度支持他 对 87 那中立选民他有三分之一 其实中立选民就是 潜绿潜蓝吗 潜绿潜蓝或一些 所谓的中产阶级 像这一件 所以这些人过去是比较支持 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面来讲 通常我们像我们过去把选民 分成11群来看 那中间选民我们看成三群 那一群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那或许对这些候选人 基本上面都是往好的角度看 然后平常也接触大众传播媒体 然后也会觉得基本上都是 很多事情都看好不看坏 但是如果他的一票 投的人没有当选 他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所以这个中立选民其实影响很大的 对不对 对而且这块中立选民 基本上面来讲 他其实在放大的 包含我们所谓的白色力量 以前不是这么高吗 以前比例上面来讲 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就相对来讲 民众支持泛蓝也好 泛率也好 有政治立场的表达 大概大概六成多 以前甚至可以到七成多 现在大概是 现在泛蓝泛率立场 他们在减少当中 也就是中立的部分 当然基本上面来讲会比较增加 会比较不表态 那中立选民投红袖住的只有5% 一直好像长期来都各位说 而且这次跟上次没有比较大的 没有太大的 没有变动 一直没有变动 那这个宋楚瑜也是很可惜 他的这个 他的中立选民一直在调当中 对不对 所以你就说中立选民跑到 蔡英文那边去了 对就包含像刚刚讲的宋振英 其实基本上面 他要展现他过去施政的很有经验 可是你又变成 你要提出你所谓的小宋主席 在角色上会需要一些 会有混淆 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请教戴烈安先生 时间是8点33分13秒 我是周玉寇 从台湾指标民调 昨天所公布的总统大选的 这个民调的结果跟趋势看来 九三阅兵对于洪秀柱跟宋楚瑜 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冲击是非常大的 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蔡英文 他在中立选民上面所拿到的选票 是33% 也是非常高 然后这个政治立场 就是说投给他的人里面有33% 是中立的选民 所以他刚才立安告诉我们 他现在的民调的声望 很像2008年的马英九 横扫千军 希望他未来当选之后 但碰到的状况 不是像马英九那么凄惨 但是不管怎样 我请教你 按照这个民调 宋跟洪会有气保吗 我觉得现在从各方的迹象 我们的民调任何的交叉来看 基本上面这两方面 其实咬得很紧 那当然基本上面 洪基本上一定会有他的基本盘在 那如果他目前来看 是不太可能被换掉 那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国民党到最后期 基本上面来讲 会希望保住立委的席次 那至少可以跟这个 行政上面做一个抗衡 那另外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基本上到后面 我想还是会有一些 传统的造势 像这样的活动 可能但只是说 没有像以往这么热烈 总统跟立委可以结合在一起 反而可能国民党立委 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那立委的得票 我的判断 基本上可能国民党立委的总得票 应该会超过洪秀柱的得票 因为立委有很多是地方票 人情票 那甚至派系票 你们有评估立委席次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 对 因为基本上面现在 好像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底 对 但是你的估计是洪秀柱 大概可以拿到百分之多少的 这个投票 这个投票率的 如果以他这一次的民调 14%来看的话 我们如果讲投票率七成的话 那得票率相对来讲 大概就是超过 大概就是等于两成 两成 这个现在就两成吗 所以你的估计说 他不会 他不会再低了吗 我觉得他现在基本上应该算是比较到 都国底 对 那当然因为你知道 昨天他虽然有台商造势 但是中间有个打倒王金平 又把他这个 这个非常遗憾的 把他有了一个负面的效果 那接下来这个昨天中场会 还有人说换柱 但洪秀柱会说 是因为要换柱换柱换柱 才害我的民调不高吗 你认为呢 我觉得倒不是因为这样 但基本上像我们这次民调上有看到 其实如果我们当然做了一个假设性的题目 我们讲万一洪秀柱落选的话 那其实大家觉得当然是施政 国民党马总统执政这几年 应该要概括承受 那会有这样的结果 责任在谁 对责任在马总统这一边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当然洪秀柱基本上面来讲 他们相对来讲 当然也会比较辛苦 那目前像以目前来看的气暴 我觉得发生的几率 他的流动性不会像以前这么大的一个倾斜 所以你说呢 现在宋楚瑜的11%左右 大概就也是宋楚瑜的这个基本盘了 不会往洪秀柱里面跑了 对这里面基本上这两阵营 这红营也好宋营也好 基本上这里面的阵营 仇恨度很高 对就是彼此很不对盘 然后很不对眼 那基本上就算他的支持者 万一他不去 他不去投下这一票的话 他可能选择是不投 不见得会投给对方 你刚才讲到这个 所以大概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如此 那变化这个趋势 那在目前这个双方都只有11 14的状况之下 要气饱也很难 然后泛兰的人对整合的看法是以洪秀柱为主 那全国的这个民调是整合还是以宋楚瑜作为一个人选 对因为蔡英文的支持者里面 大概两成多是觉得说希望洪秀柱出来 五成多是希望宋楚瑜出来 是好那可是泛兰的认为是要洪秀柱出来 所以国民党的基本盘是非常的坚定的 对可是这块基本上面来讲 相对的就是深兰越来当然深兰越来越凝聚 而且深兰的比例其实也越少 对所以才会说如果这场这样子 这样子打法到最后真的会变成 对洪秀柱来讲会变成是深兰跟非深兰的选战 深兰跟非深兰 他把选民当成深兰跟非深兰 非深兰里面就包括了正兰浅兰中间浅绿深绿 对就是那个一小块跟一大块 联盛文跟克文哲 比联盛文跟克文哲的状况还严重啊 对而且这块基本上现在是总统跟立委一起选 现在国民党自己内部的立委恐怕都会觉得这场是会打得很辛苦 就打成了一个深兰跟非深兰就是深兰以外的选民都被洪秀柱给赶走了 对甚至国民党立委的候选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或许都会发动 类似这样所谓的这种分裂投票的心态 对现在也有了你们没有谈没有做分裂投票 就是说立法委员候选人的国民党说那你立委投给我 那总统随便你们投甚至于还有人放任说 投宋楚瑜也好蔡英文也好 有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吗 对可能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怕因为这样的局道 到最后连兰的票都不出来的时候 他们甚至连自己得票都很习惨 可是深兰不是一直很昂扬吗 他们都会出来投票啊 对可是这块不足以去支撑所有立委的部分 你说郑兰大概比较理性的兰跟浅兰 大家就异性阑珊了不愿意出来投了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当红秀柱在初选的这个要出现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做过这样的民调 其实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 大概有六成的时候赞成红秀柱 那在他声望高的时候 有三成是反对 那三成基本上就是或许是相对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 所谓的本土蓝的一个比较 甚至比较低的一个代表 那当然那时候的比例上面来讲 六成国民党支持的六成多支持红秀柱 但是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可能这个比例是在下降 那是因为他自己犯了很多的错 对包含可能在一些 甚至包含不管是之前讲 所谓的中华民国 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也好 对抗债也好 对这些的发言也好 基本上面来讲 可能都会伤到一些深蓝的青 但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这些基本上 大概到时候都是会含泪投票 可是问题是说 他其实在这种立场上面来讲 其实相对来讲 也会让大家会有一些蓝的人 会觉得比较质疑 对按照这样的一个 1881万的这个投票人数来比 如果是七成投票率 他得到20%的话 其实他是过不了292万连占防线的 大概270万不到 如果我们如果一趴用14万来看的话 两成的得票率就是280万 对啊 所以这个国民党将会很惨 但是不管怎样 你们在这个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万一落选 谁应该付出很大的责任 结果46.7认为是马英九爷 这是你是提示这个 对这五个人 五个对象是我们提示的 那当初我设计这个选项 基本上面来讲 是这些大概都是会被大家认为 是第一线付出 你怎么说没有王金平呢 对如果放王金平 吴敦毅这些可能都要放进去 所以你们因为要考虑说这些外围的人 所以就都没有放王金平 对就是这些都是最直接 大家觉得在逻辑上比较合理 因为是难得这个场域昨天打倒王金平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个王金平没有被 所以没有被列入 但是你怎么解读46.7是马英九负责 因为当时大概有一半的民众认为 其实就是执政的包袱的问题 那其实洪秀助持自己也提过 如果执政党做的好 他其实就不会这么怨声载道 可以躺着选 我觉得他基本上面这样的感触 是其来有志了 对这个跟马英九总统的满意度 其实是相符合的 对不对 马英九总统的执政满意度 这是你们最新的调查 对同一个调查里面的 他的满意度 其实跟洪秀助的支持度差不了多少 对马总统的满意度大概16% 那毛泽国的满意度大概15% 那国民党的好感度大概不到20% 所以基本上大概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国民党的好感度不到20% 那他这样看起来 他的用这个来看的话 他的政党票能够分到的部分去 其次也是在萎缩当中 对所以这块来讲 是国民党可能会很辛苦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三张票 总统票 立委的候选人票跟政党票 那这基本上面来讲 以目前来讲 国民党的形象可能大家也会觉得 一个120年的执政党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你们有做这个共产党的好感度 对不对 跟这个富项这个反感度 结果国民党的反感度是在增加的 对 然后共产党的反感度 当然这个减少的比较少 对 大家猜一猜到底反感度谁比较高啊 在台湾 国民党的反感度 民众对国民党反感的部分是61.3% 可是对共产党的反感是60.8% 虽然大概四舍五路都是61了 但相对来讲 当然可能国民党在执政 他必须要去概括承受 那对岸的共产党相对来讲 在大选当然有时候会 我们讲文攻武贺也好 但他也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出台 比方说卡斯台胞政 虽然引起一些争议 但是也有人从便利的角度去解释 甚至包含我们的政府 觉得便利没有资安的疑虑啊 这一些 对 所以相对来讲 好像这个有一些具体的政策 反而是大陆那边对台湾有一些做法 那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 那相对来讲 大家反而看到我们自己政府 在竞争力下降的同时 好像又没有办法 对 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 问题是我们的政府也很麻烦 因为最近的经济的 这个数据都是不好的 不管是出口啊 或者说失业啊 这个无薪假啊 有没有 那再加上行政当局的不中立啊 这个帮忙啊 这个服选等等啊 那我们看到的在野党的好感度是40.3 这个是他算是蛮高的耶 对 他们史上最高 之前可能还有还有再高一些 对 那基本上大概相对来讲 以目前这次的调查来看 对民进党的好感度是超过反感的 那当然有时候这是一个投射 如果从蓝绿的角度来看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蔡英文现在的支持度 当然其实是比民进党还要高 这也就是你说的2008年的马英九也是这样子 对 可是2008年之后相对来讲 其实马总统在施政上面开始有一些 有一些受到一些批评也好 那这些我想也是蔡英文 如果他是高票当选 不管他是不是高票当选 他基本上的挑战绝对不会亚于马英九 对马英九在执政之后 立刻想要做联合 叫做大联合政府 然后他任命了赖信源 做陆委会主委 然后他任命了考试院院长 是228的送来者的家属 然后他任命了监察院的副院长 沈富雄 结果被党内倒打好几趴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又有88风灾 2009年 所以造成他一路的下滑 到现在只剩15.8% 所以蔡英文从 我们从这个民调的历史当中 也可以给现在的这些政治人物一些警惕 那等一会我们要请教立安的 就是今天的所解读的是昨天的民调 那未来还有105天 那我们怎么观察未来这105天 那你们将来在做这个民调的问问题 或说民调的发展当中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这个调查方法 对这个选举更接近 那甚至于立法委员选举 还有新兴政党的这个支持度 因为你们这次没有做到清明党啊 时代力量等等嘛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你 非常谢谢今天我们请到台湾指标民调中心的主任戴利安 戴利安在我们的台湾的民调专业界 是超级的被认为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真的是超级超级专业 马上回来 8点49分46秒 我们那个今天请到台湾指标民调中心的主任戴利安 戴主任啊 把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细部的分析啊 了解一下这个台湾的民意趋向 那这个有两个问题 最后来请教练 就说什么叫做大数据民调 因为洪秀柱女士她在周末的时候说 依据大数据 他只落后七个百分点蔡英文 但是我们看到的传统的这些 这也不叫传统民调 其实这就是民调嘛 正统的民调 它是落后三十几% 那什么叫大数据民调啊 大数据可能基本上 它其实本来不是民调的一种啦 但基本上是一个意见 我们讲它是 就是它的可能意见的一个气候和大的范围 但各种各样数据都有 那有时候在讲大数据可能相对来讲会变成就是说 它在网路上各种各样的 包含Facebook也好 包含你的这个商购讨论也好 或各种各样的从里面去分析它的倾向跟政府的态度 所以它坦白讲就是所有很大量的 甚至未经整理或系统化资料 它去做分析 那一般现在大家在世界各地 有这样的所谓大数据民调来 推估选举的结果吗 或许像包含什么未来事件交易所 智慧交易所 像这些都是其中之一啦 但是以这些来讲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间接的论证 所以间接论证 这些人并不表示直接会投给你 反而变成是对你的一个 可能在他的治理行间流露出来是正向或负向的 态度 但是是不是他投票的行为 对甚至这个大数据本身 我想红秀柱手上可能会包含其他 我们可能政府部门或各种各样 可能是各种系统上来的 包含情志 所以总和起来看得到那样的值 但是那个值是不是足以信任 跟一般的民众的民意之间的差距 我觉得可能要比较小心解读 好 那这个也要请教立安 因为你自己是民调专家 而且从有总统选举差不多 请就开始做民调 那未来还有大概105天嘛 那选前10天不可以公布 你们会做 你们所以你们未来还会 在选前大概还会有7到8次的 你会增加这个做民调吗 我 为了选举 对就像可能朱姐上次问我 我们其实这些都是自费的 对 所以如果我们当然现在基本上只做民 这个一般的民调可以去跟各家去比较的 那当然在每一次的选前 我们都会去做选举的预测 那选举预测的题目可能就会要比较多了 包含你要去估计他的投票率 或者得票率 那就会有比较多的题目 或者板块加钱的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做多少次坦白讲 我现在都还不敢评估 那我们这个怎么样 其实我上次也问过你啊 这个我们怎么样比对不同的民调呢 我觉得每一家可能做法上面 我们都会相信每一家自己的做法都是一致的 那自己可以跟自己比 可是有时候看我们在看过去的民调的时候 有些甚至同一家自己的做法 前后都不见得会一样 对 所以这相对来讲就会变成 你不但自己没办法跟自己比 比方说你加钱的变相 有时候三个五个两个 那这个依据其实相对来讲就会很没有逻辑 那当你自己的调查的基础 要一致性你的意思 当你自己的调查都没办法有前后一致 我所谓的前后一致是在指的是技术上面 包含加钱包含题目的顺序 类似这些 如果连这些都不一致的时候 你就我们就没有办法 或是没有有这样的说服力去告诉民众 其实这是候选人支持做的变动 其实不是 是因为调查单位本身的测量误差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通常习惯看一家的民调的趋势是如此 那我记得前一阵子因为宋楚瑜先生 其实他在走九三阅兵之后就暴跌嘛 那他是说民调不公平 有他的支持者说 接到电话如果说支持宋楚瑜 就把人家挂掉电话了 当然这是宋先生他所得到的资讯 你认为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这基本上面来讲 一般在做民调机构通常比方说我们要讲自己的名称 我们要提供查证的电话 好像类似这些 甚至有时候有时候难免都会被人家录音下来在网络上讨论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专业民调机构基本上自己要去很小心这一点 这被访问者他可能可以录音下来 对他是可以录音下来 因为有时候甚至 他录音下来不违法的吗 如果我接到了 然后我就赶快按我的录音键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就是说不会违法啦 但相对来讲变成就是说 因为其实在我们自己民调过程上面 我们其实也会监督 你们有重样的音吗 我们基本上也都会全程录 会 全程录是不会去识别是谁 而是说这个在调查行政上面来讲 当访员在处理上有输入的时候 我们有这些具体的声音跟数据可以去做比对 访员是不是有一些取巧的做法 是 来做检查 所以宋先生这个批评 我觉得任何看到对自己不利的民调 都会有一番说辞 这些我们都尊重了 你刚刚曾经说这个宋楚瑜先生 因为你们在最新的时候 科宋配 宋科配的时候 你们是第一个做这个选项 而且做得很高嘛 对不对 那现在你刚刚在最初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只剩一分钟了 你说宋楚瑜先生恐怕需要调整他的文宣 只剩一百多天了来得及吗 他最强的部分可能就是像大家讲的执政经验 跟执行力的部分 可这块现在基本上民众就算认为他很优 很占有优势 但是并没有反映在他支持度上面 对啊 所以在这块上面来讲 他反而可能或许用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到底有哪一些政策 或是施政方面来讲 需要比较具体被检验 甚至提出具体的一些主张 是你觉得他8月6号以后 他那种找朋友啊 就被人家认为跟地方派系啊 他现在已经有这样支持度 不管两层多一层多 我觉得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没有任何的行政资源 那这些都是靠他过去的人情跟耕耘出来的 好 所以今天这个指标民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示 那未来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来请教立安 这个已经越来越紧张了 谢谢你 谢谢立安 谢谢